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EMPUS的优仔工房 今天跟大家谈谈英超需要OnlineBud 先换回大家的记忆吧 OnlineBud就是在非洲摩洛哥国家队防守中场的主力 刚刚过去的世界杯光芒四射 带领球队历史性打入今届世界杯的四强 这位防中球员OnlineBud 记得世界杯期间也传过很多球队都有兴趣 例如尼物浦近期都有曼联 加上近期球员主会下限地也有1亿英镑 或者欧元主会费 他问OnlineBud也是三四千万磅 或者是欧元主会费的 其实就真的是超值的 为什么英超 其实英超很多列强都需要OnlineBud 这一类这么有卡士的防中球员 先讲利物浦 利物浦刚刚对着车路士的赛事 没有了法奔劳的情况之下 中间穿了个洞 被对方很容易打穿中场 直接进入自己的心脏地带 这个情况也挺明显 另外曼联 曼联也最近的传 有没有机会OnlineBud加盟 我自己心目中 如果坦下最佳的阵式 应该也不会怎么变的 4231 那个2 其实OnlineBud拍着卡斯尾路就是一流的了 中风有海伦 相遇之后 附丰 左右两边就是良性竞争 反而班劳菲兰迪斯在 另外曼智 山曹 加拿曹 安东尼 这一方面 都会是好事 至于车路士好一点 刚刚对立博普那场球 由于释放了安素菲兰迪斯在前面 即是在宫中的角色 去到晓菲 所以上季在车路士 为什么打个防中 holding midfield 根本上都浪费了 特别是这位球员这么贵 已经证明了他推前一点 因为普切天奴 就放在干拿加拉加 打个防中 OK的 各种情况 但是要干拿加拉加 要更加有进步才行 因为车路士要进一步挑战列强 这方面 相比起 安拉拔现在在现成 可以选择的球员来说 其实英超很多球会都需要 这位摩洛哥的国家队防中 安拉拔 看看今季有没有看到 安拉拔最终在英超的赛场出现 邱姐多谢大家收看 继续支持我们 安博体育传门 下次见 我们Ampus 安播的频道